多伦王子 吃了 这是什么 你不是听我安排吗 吃啊 你给我吃什么 毒药 你 身为一个王子 却如此儿女情长 怎么成大业 等着 走吧 魏医师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这谁啊 这是个老百姓 可能误食了什么野菜 中了毒 你说我又不能不救 走吧 看起来挺严重的 是啊 这要再晚一刻 还不知道能不能救 那你们快进去吧 野叔 有消息吗 他 昨天夜里亲眼看见殿下出去了 殿下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他出门的时候跟我打了个招呼 叫我不要声张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你 见到的真是殿下 千诚万确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不过记着 殿下的事 跟谁都不许提 明白吗 明白 傅将军有请 多苏封找你做些什么 多苏封营主问了我一点事情 什么事情 多苏封营主吩咐过 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营主 而我是副将 告诉我 昨天晚上 多伦将军出了大营 就这事 就这事 你下去吧 是 这是哪儿 安全的地方 我在卫国的军营里 这是我的帐帽 谢谢老 你如果想见到他 就哪儿也别去 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我是为他而来的 我知道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这样出去 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径 有可能会丢了性命 不仅会连累他 还有可能连累我 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去把他找来 好 我就在这儿等着 那你要听我的安排 躺在床上 要是有人来 你就说你是病人 其他的什么都别说 知道 别说 殿下昨天跟你在一起是吧 是啊 他都说什么没有 没说什么 究竟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东苏峰 你别乱来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我不能说啊 我要说了殿下会砍我头的 那我现在就砍了你的头 我就跟殿下说了一下 魏国的军法 什么军法 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 什么 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 我知道殿下去哪儿了 来人 殿主 狼鹰集合 随后出发 是 集合 集合 集合好了吗 殿主 集合好了 等等 多苏峰 你要去哪儿 出发 多苏峰 你等着 加入尽下去 关火 再祝福 被别练了 行 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 休息会儿吧 换虎 你这手 像不像抹布 这可是五分五 最好的一双手 为国牺牲都可以 何况一双手呢 你跟我走 去哪儿啊 我那儿有药 我去帮你复原你的手 不用了 你不心疼 我都替你心疼 委托 真的很谢谢你 可是身在战场 能不能活着回去 还不知道呢 更别说当织女了 这双手早就不在乎了 不行 你还是跟我走吧 帕虎 你去吧 好吧 你再练活啊 好 我把你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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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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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喂 你知道魏陀去哪了吗 干什么 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你怎么了 刀伤又犯了 没有 我跟你说 你现在可不能轻举妄动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刀伤还没有痊愈呢 我今天来 就是感谢你的疗伤之恩 不用客气 救死扶伤 那是我的本质啊 魏陀 我还有一个疑问 你真的是医师 书生 你怎么这么问魏陀 学了点皮毛 你要是叫我医师啊 算是抬救我了 我告诉你 依我之见 他知不在此哦 书生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跟我一样 胸怀极致 而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 我不懂啊 你就说我吧 现在是个小兵 可我的志向 是当大将军 所以我从五岁开始 就熟读兵书 研究兵法 可惜啊 偌大一个军营里 竟然没有一个知己 自从你那天为我疗伤 我才发现 你是我的同道中人啊 魏陀 你也懂兵法 别听他下说 我在这军营里啊 就是混口饭吃的 你干嘛那么谦虚啊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 就是跟你切磋兵法 切磋兵法 我什么都不懂啊 你那天不是把孙子兵法背的挺熟的吗 哪天啊 就是你给我疗伤那天啊 哦 那天是花壶送你来的吧 你都已经不省人事了 不信啊 你问花壶 是 难道是我产生幻觉了 书生 我这还有事呢 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先走 魏陀 这是谁啊 怎么还蒙着被子 哦 这是我一个病人 什么病啊 哎 怕是十一 啊 有危险吗 当然有危险了 小心传染啊 那我走了 花壶 快走吧 我和花壶还有事 没事 你先回去吧 那我告辞了 委托 如果是十一的话 一定要及时治疗 我的擦手药给我吧 我要回去了 花壶 其实我叫你来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就是 花壶 快 快走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多苏东带人杀过来了 谢将军命令一出床拦截一下 花壶 你不能走 来不及了 这事更重要 说一事以后再说 快走 走 花壶 花 哎 哎 你要干什么 我要出去 这个时候出去 你只想让咱俩一起死 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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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 都怪你个 多苏风 他这个时候突然打来 哎 多苏风 他没我的命令怎么可以 他简直是不要命了 哎 你别走 你不等花壶回来了 不 我要阻止多苏风 哎 谢将军有令 多苏风 已经到了瓦子村了 未必将多苏风 赶到白水河附近 浴池船已经出发了 他们绕到白水河 从后包围 将军说 这次最好能活捉多苏风 明白 出发 不适合吗 不适合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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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何找到你了 殿下 微军在我身后 只有半里路的路长 好啊 殿下 你先走 我来殿后 你 把衣服换起来给我 这 快 大锅床马上就过来了 是 大锅床有什么可怕的 我狼婴这几十个弟兄 足以对付他们了 谢启臣 至少派两个床来对付你 大锅床到了之后 会为而不歼 并且故意引诱你 从白水河逃走 而玉尺床 正在白水河附近埋伏 准备将你们狼婴全歼 顾不了那么多了 殿下 你先回去 这里交给我了 大锅床来了之后 我们稍一开打 一旦看我被俘 立刻撤退 什么 千万别走白水河 绕到洪峰林 从那里回去 殿下 只要多粗风还有一口气在 怎么会让你被俘呢 这是命令 我自有安排 你放心吧 我会活着回来 不 我要和你一起去 来了 快 殿下 冲啊 冲啊 驾 快走 快走 快点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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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等一下 对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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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快点 别动 快点 什么 毒素风跑了 鱼翅船在白水河附近守候了大半个时辰 都没有发现毒素风及其队伍的踪影 他们就没有去白水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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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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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你 快点 powiedz 你看前面这个站好啊 阿虹 阿虹 这人哪来的 床主 这些俘虏都是今天大工床抓回来的 我刚好想要找个人问问 朵思锋今天来袭是怎么回事 柱子 把他带走 是 跟我走 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为了要见你一面 你疯了 是 我是疯了 在我心里每一刻想的都是你 如果不能见到你 我肯定会疯掉 所以我丢下一切 想见你一面 就是想知道 你还活着 你还平安 我是来带你走的 我带你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 让我们过着幸福 开心的日子好吗 去哪儿 去哪儿都无所谓 我放马 你支部 管他什么卫国人 什么柔软人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 可是 可我是卫国人 你是柔软人 不管那么多了 你是木兰 我是末将 我们就一个身份 末将 我走不了了 无论走到哪儿 我始终都知道 我是卫国人 在我的家乡 我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 正在和柔软人 打仗 木兰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一旦你身份暴露了 随时都会有生命为时 我知道 可是我并不怕死 在无封骨之和亲徒的时候 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我怕 如果你死了 我怎么办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但我没法丢下这一切 跟你走 我不能做一个逃兵 你不是士兵 你只是个绣女而已 不 我不是绣女 我是一个士兵 当初我用针线作战 但现在 我只有用刀剑 你还不明白 你冒着生命危险 秀了和亲徒 结果战争还不是一样爆发了 我身为一个柔软王子 我也阻挡不了战争 你一个民女能做什么呢 我是无法阻止战争 我是无法改变战争的局势 但我是卫国人 有一份力 我就得出一份力 你这是在与我为敌 我不是与你为敌 我是在于 为国作战的柔然人为敌 没用的 我会向你证明 你所做的一切都没用 你不能走 凭你的弓弩 就挡得了我吗 我的弓弩不能阻挡你 但我只要喊碰你的身份 外面的士兵 就会立刻集结 这把弓弩 你还带在身上 能死在你手里 我心甘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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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吧 让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 跟他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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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法走 你还是要留下来 难道你这么喜欢战争 不 在战场上 我看着我的兄弟们 一个一个的死去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赠乎战争 我们只有打败了你 才能停止这战争 所以我不能跟你走 我得留下来 我得留下来继续打仗 木兰 你变了 是 我是变了 是你 还有你身后的民族 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 这个仗只要一直打下去 每一个魏国的侄女 都会变成像我一样 木兰你别忘了 这场仗还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我打败了魏国 你一样可以 停止战争 实现和平 你们不会赢的 是你们发动了战争 而胜利只属于热爱和平的民族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魏国 好 好 那就让我们来证明 谁是对的 你走吧 你要放我走 你救过我 这是我欠你 我救你是因为我爱你 你放了我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 我放了你 我放了你 是为了从此不再欠你 你拿爱来还我才算不欠我 我来 我会继续爱你 从前 我只想当一个爱你的人 现在 我会当一个爱你的敌人 给我走 你们谈完了 给他换件衣服 送他走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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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了 请特使过来见我 是 殿下 找到花虎了吗 你怎么知道 我听野叔说 你临走的时候得知了魏国的军方 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 所以我料想 一定是去找她了 没错 而且我也找到她了 那她人呢 你怎么不把她带回来 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她了 她不再是绣女 而是一个士兵 一个疑心想要保家魏国的士兵 这就是说 她要与咱们柔然为敌 还有与你为敌 殿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殿下 特使大人到 多伦殿下接照 被罢 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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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花虎 今天想给你保养保养手的 那个毒素风突然就打来 我把药膏给你带来 魏托 谢谢你 不过现在 已经用不上了 为什么用不上 我现在不是绣女 是一个士兵了 虽然手很粗糙 但和我士兵的身份 非常相配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 谢谢你 花虎 花虎 你有心事啊 没有啊 你瞒得了别人 你可瞒不了我这个做医师的呀 你这医师还是心病啊 对啊 我这个医师是不是有点怪啊 那你开副药方 给我这只心病吧 好啊 我的药方就是八个字 人多眼杂 万事 小心 你说什么 那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万一被人识破了 那可不得了 谁 哎呀 寻思枉法 构见柔然 这都是被砍头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既然敢做 我就敢当 花虎 你可别牵连无辜啊 你说得也对 我先走了 魏陀 请你帮我保密 放心 我已经帮你保守了很多秘密了 谢谢你 那我走了 参见大汉 傅汉 多伦殿下 把你们俩招来是因为现在战局 已经成了这样 五提 你可有什么办法 傅汉 尔臣 愿意担当 大汉 若然现在形势危机 五提殿下挺身而出 实在是中庸可驾 五提 你可有心心 傅汉 多伦战败的消息传回了以后 儿臣忧心忡忡 对战局反复的考虑 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对取胜也是大有信心 不妨说来听听 嗯 儿臣打算组织一支两万人左右的重骑兵队伍 向卫军发动猛攻 两万重骑兵 那还得再增兵啊 傅汉 儿臣布下重兵 为的就是一击得手 迫使卫军后撤 待卫军撤着希拉姆伦河边之时 我们再发动一次猛攻 将卫军消灭在柔然境内 然后我们的柔然铁骑再行过河 那踏平卫国就一马平川了 承祥 你觉得五提的提议 如何 臣觉得 五提殿下的想法实在是可圈可点 两万重骑兵 这几乎是柔然的全部重骑兵储备 一旦实力 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可依现在的形势 但是 除了猛攻猛打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卫军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不过 富汗 儿臣是败军之将 无言以对 也无话可说 不过 起来吧 谢富汗 富汗 富汗 如果换作是儿臣 儿臣不会与谢启臣 在大峨山一带纠缠 多伦 你怕谢启臣 我可不怕 我不是怕 而是觉得不值 那你败给谢启臣就很值 富汗 一旦谢启臣 以车阵对质 我们重骑兵 将占不到任何便宜 五提 如果像多伦所说 重骑兵受挫 你将如何应对啊 呃 这个 富汗 我倒觉得这个车阵 没有多伦说的那么厉害 多伦 你把谢启臣说的神乎其神 是不是想为你的失败开脱啊 五提 我也希望这仗你能够打赢 可就算赢了又如何 拓展了我们柔然的疆域 这还不够吗 富汗 希拉木轮河北岸的地形 以山地命令为主 这是我们最不擅长的地形 就算占领了 我们还得派重兵去守卫 支力不讨好 再说了 富汗 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灭了魏国 要将柔然的势力 推到黄河的南岸 是的 富汗 就算我们占领了 希拉木轮河南岸 但距离黄河 还有魏国的中心 都非常的遥远 即便我们拿下了大峨山 我们还得打安州 打淮远 打柔椅 才能到达黄河 而这些全部都是魏国重兵驻扎之地 又全是山林地形 对我们非常不利 这一路可以想象是艰难至极 多伦 那以你之鉴 应该怎么办 富汗 如果换作是我 我会放弃大峨山 而改打 平城附近的 盛乐 盛乐 连丞相都如此惊讶 那魏国更想不到 我们会突袭此地 可以想象此地防守 必然空虚 空虚并不等于无人防守 据我所知 住房此城的魏将名叫邱堆 此人丹于享乐 不足为惧 那盛乐距离大峨山 有几百里 千里奔袭 对我柔然的清奇兵来说 本来就是家常便饭 而且从大峨山到盛乐 大多都是平原 只需要三天便可完成转移 而且平原作战与草原类似 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柔然 我虽然败了一仗 不过精锐仍在 富汗 只需要给我一万骑兵 取圣乐必如囊中取物 但我看不出来 你取圣乐有何意义 圣乐是平成的门户 如果能够拿下圣乐 平成也就不远了 只要拿下平成 那魏国还剩下什么呢 好 多伦 我再给你一万骑兵 富汗 你不是说交给我吗 我决定再给多伦一次机会 谢富汗 嗯 臣告退 吴提殿下 吴提殿下 你给我站住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 你这么沉不住气 以后怎么担当大任 我能不能沉住气都没关系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多伦始终都是富汗心中最喜爱的儿子 所以无论他犯了什么错 富汗都会原谅他 而且还会继续信任他 这一天 是我永远也比不上他的地方 你以为会打仗的人 就是最后能赢的人吗 那你说什么人才能赢呢 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我还有机会吗 我始终都没有机会 当多伦拒绝领兵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 可那不是我的机会 多伦失踪了 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 可是已经到手的机会又被他夺去了 多伦在前些荒唐的时候 我以为那是我的机会 但那还不是我的机会 这一次 多伦大败 这机会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了吧 可是多伦还是把机会牢牢的 抓在了他自己的手里 关于承想我从来就没有机会 以后也不会有 我提殿下 上天是公平的 他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相同的机会 有些人的来得早 有一些人的来得晚 如果你现在放弃 你会失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 我看不到我的机会 虽然你看不到他 可是他离你不远 伸手可及 你现在必须 做好一切准备 我还能准备什么 仇恨 仇恨 因为仇恨能让你充满力量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才能牢牢抓住 谁都再不能从你手中夺走 我的确恨他 这还不够 那怎样在空 你会知道的 对 没有 对 对 我 你 为什么 对 我